你觉得是偶然吗 现在出宫 又是有人背后指使 那你现在出宫了 谁来主持大决 况且 皇后娘娘还在进宫 你要是一走 有人要害她 简直易如反掌 可是你想过吗 张宝珠是关键证人 她如果下落不明 皇后的冤屈 如何才能洗清 找人的事 自有她锦衣卫 你稍而勿躁啊 还是 你到那边查查 是张上宫的 找到人没有 没有 好 背头郑重有赏 谢公公 拿去 乘给皇上 是 为什么只找到衣服 找不到人 皇上息怒 小的只希望 张上宫是为山民所救了 不过 那山里柴狼横行 毒蛇遍地 实在是 住口 我告诉你 现在给朕去找 如果找不到 你也不要回来见朕 是 不行 宝珠会出事的 我要去找他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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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黄兄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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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儿 刚以大局为重了 大局大局 到底什么才是大局啊 没有什么大局 我只知道宝珠现在要出事了 如果他被毒蛇咬伤了怎么办 倘若还活着 但是没吃没喝 他受得了吗 不行 我心里很乱 我不知道我该如何 才能主持大局 黄兄 你冷静一点 我冷静不了 我是皇上 但我也是一个男人 如果连自己的女人 都保护不了 我还算什么男人哪 可 可是秦依未已经找去了啊 如果秦依未里 混进了不轨之途呢 如果他们明明找到了宝珠 就会对他下杀手呢 你回答我 黄兄 你这是怎么了 我不知道怎么了 我只知道 我要去找宝珠 他不能出事 他不能出事 那黄兄娘娘呢 黄兄娘娘呢 他就不需要你的保护吗 燕儿 燕儿毕竟人在宫中 相对比较安全一些 黄兄 老五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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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样子 我出宫去找宝珠 你在宫里 保护燕儿的安全 现在你我兄弟二人 起心协力 我们一定可以 共度难关蛋 去留学 他在川 donde 哇 我看你才是住在山洞里的小妖怪 给啊 吃饱 哎 不行活上 太危险了 不能下 不行 宝珠也许就在下面 宝珠也许就在下面 哎 不行 不行 皇上 让开 皇上 皇上 今日如果你们再敢阻拦朕 就是抗制之罪 朕 皇上 信王 我来 我来 娘娘 娘娘 你看谁来了 娘娘 信王 你 你怎么进来的 娘娘 长话短说 保住姑娘被人追杀 坠落悬崖 现在皇兄已经出宫找他去了 找到了吗 找到了吗 我是担心娘娘 所以 过来看看 娘娘最近如何啊 我很好 王爷 你一直在过来 就不想得了 我来看你 我来看你 感谢观看